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接受自己 不会以撒几能够处理所有的罪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就说 我懂得怎样处理 我应该没有罪了 但其实我们还会有罪 我也会有罪 所以我能够几秒钟就处理掉 因为我知道罪的破坏 这个罪的意念马上处理 但很多人不能这样快 怎么办呢 第一 第一个 当然好像我说的 就是我这个思想需要改变 就是说人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法律 法律不能改善 法律只会令事情更不好 所以我们首先明白 法律更不好 法律也破坏关系 也神不信任我 我的生命也不能发挥 所以我明白法律的破坏性 所以我选择怎么样了 他说的话 我要化解 这句话 太极船 太极船 有一句话 四量学不破千金 他打过来 千金很重 但我四量 是不是 四量就磨过去了 就是说 虽然他的话 他说话很重 但我不被他影响 我不放在心上 就一下子 就放手了 我用一个例子 我用一个例子 有没有见过疯子在路上骂人 有没有见过 没有 你没有 我想问你 如果疯子骂你 你会发路很长的时间吗 我不会放你 因为我知道他的疯子 是的 因为你明白他有问题 所以你不会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秘诀了 为什么这个人会骂我 他不去放弃 因为他是罪人 罪人 有一句话想给我 罪人不能停止伤害的 不能停止伤害人 你看看你周围的罪人 他总是习惯 伤害人 骂人 总是习惯 说一些不合理的东西 有些人是什么 我碰到的 我有一些人在场地碰到的 那些人 很多人有这个习惯骂人 他以为骂人 自己就赚上风 你们有没有 他觉得骂人 在这里很厉害 人家怕他 是的 因为罪人是觉得用暴力 控制人 暴力令他得胜 他以为 但其实这个是谎言 他们不知道 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为什么呢 暴力的人 永远没有真正的好朋友 这是夫妻关系 也是觉得他很麻烦 这是忍受他 不会很喜欢他的 但我告诉你 我的太太很喜欢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常都对他很好的 这个胶片 我们都是 都是 善待对方 就会 这个 这是永远都是 他想到我 都是想到很开心的 刚才我告诉他 我现在回家了 回家去饭了 他就很开心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善待他 反而得到他的心 他也得到我的心 这个就是聚会 所以我首先有这个信念 刚才我说这个情况 这个姐妹看到我处理一个人 这个人当时是很大的怒气 我了解他的情况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很大声地发怒 很多目觉可能会这样说的 你这样发怒合理吗 你为什么对目视也是这样发怒 我可以这样说 但我完全没有 我就很游和地引导他 你觉得神喜要你怎样做 怎样方法更好 你的内心可以怎样处理 但他其实他说 他误解我 他说我 说他的邪话 这个很严重 我没有说 我说他可能一时冲动说出来 未必是对付你 通常是这样的 我看到人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就说可能他一时冲动 不一定他对付我的 不要放在心上 我去尽量将他的问题淡化 将他平淡过来 不将他扩大 因为我知道我更平安处理 后来 本来他们两个姐妹都说 我今天不会叫他了 我这段时间都不回来 他们两个都这样说 因为他们 不是因为我处理不好 而且他们里面不能处理对方的感觉 但后来 我处理了这个情况 他们两个都回来 而且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游和的时候 我们得着更多 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念 好了 但怎样有这个力量呢 这个力量来自很多方面的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与神的关系 因为我在神里面 常常都是平稳安静 常常都是喜乐 我知道我尊重神 神喜悦 所以我就开心了 第二 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宝贵的 因为我 神给我 我建立与神的关系 我也帮助人 我也神给我这个聚会去教导 我觉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知道 在天国里面 其实每个爱神都重要 我是这些被神使用的人 其中一个 不代表我比其他人更强 但总是我知道神使用我 所以我可以放心 人不能伤害我 所以我这个信念 他说什么话 当时这个教友 的路纪很厉害 他不去骂我 他去骂另外的姐妹 但他声音很大 我可以说 你这么骂人这么大声 但我没有这样说 因为我知道在他发露的时候 我已经处理了 这样发露的时候 如果我处理不好 他会马上就会有 强烈的反应 其实后来他也说 提出他说 那我这段时间就不回来了 这是他的决定 但我不是怕他不回来 不是 而是我要有机会 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里面怎样呢 首先我与神的关系 第一 第二 我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知道我是重要 我是宝贵的 神必定看中我 必定保守我的 人不能破坏我的 然后 因为我习惯处理 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 我马上在里面处理 我已经可以很快地处理 很快地处理 但有些很难处理 有不同的方法的 喝水是一个方法 出去走一个圈子 打球 有方法 就是任何事情令你放下 你的路线 而且当你处理的时候 你就欣赏自己 我今天要处理 感谢主 我有进步 哈利路亚 我在进步 神就喜悦我 神就开心了 我就可以开心 我这意思是说 用所有的智慧 帮助你处理 同时 亲近神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也习惯 但我自己是习惯从早上到晚上都炸美酒 整天都喜乐 这样的话 我就留意到我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我就马上处理 负面的情绪马上处理 所以我处理得很快 因为我已经活在神的平安里面了 我深深地相信 人不值得 不值得因为人而发露 我已经深深地相信 我也接受人的罪性情 我知道人会破坏 会发露 破坏人的生命 所以我在里面已经有这些真理 当有事情发生 我就马上处理 我就说 如果发露 后果更严重 所以我不要有一次发露 我对我的太太 我们结婚已经13年多了 我没有一次对她发露 这个就是我们 选择用柔和的方法处理 好了 你可以再思想一下 你能够这样处理吗 你可以再问 再提问 我去的河浦 去的河浦 我爸爸 我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